我国今天早上的空气素质恶化,东北地区更是达到了不健康水平。 截至下午的1点,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介于87和101点之间,处于适中到不健康水平。 国家环境局的网站显示,早上的10点,我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已经介于84和101点之间,处于适中到不健康水平。 另外,一小时PM2.5宣浮颗粒浓度指数则是介于36和66点之间,处于正常和偏高水平。 当局表示,尽管本区域下雨,印度尼西亚南苏门达拉仍然探测到多个火点及烟埋。